7月20日 38岁的宋芯在加州北区联邦法院出庭 据悉他在21日会继续出庭 根据联邦检察官的提控书 宋芯在2018年11月递交了签证申请 他说自己在2000年至2011年 曾经在中共军队服役 目前受雇在北京西钓鱼台医院 地址是北京市浮城路30号 邮政编码100142 2018年12月23号 宋芯以研究脑部疾病的神经科学家身份 辞J1非移民签证入境美国 而J1签证是外国访问学者 提供学术交流的签证类型 根据美国司法部20号发布的声明 宋芯的申请资料是一个谎言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发现 宋芯其实是中共现役军人 在2018年一份隶属于中共空军总医院的 《非行员老耿室》相关研究文章当中 宋芯被列为共同作者 而所谓的西钓鱼台医院 只是为了掩盖他的真实身份 2018年7月13号 宋芯被任命为 中共军方空军总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 擅长重症机无力的诊治 而他在签证申请表上面填写的工作地点 其实就是空军总医院 不是什么西钓鱼台医院 今年6月21号 宋芯还删除了他的外部硬盘驱动器 上面的一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的中文标签 是2018访问学校重要资讯 其中包括他写给中共纽约领事馆的一封信 宋芯在信中解释说 他打算延长自己在美国的逗留时间 必须透过中共空军 和第四军医大学办理手续才可以 并且说中共军方合法的文件 属于机密资料 无办法透过网络传送 此前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 一名例子中国的研究员黄欣 在6月初的时候 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被捕 他也是被指在申请赴美签证的时候 因为刻意隐瞒他的现役中共军官身份 而被控签证欺诈罪 大家齐看